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跟着营养师 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病 吃药都吃了20多亿 这个我应该讲给你们听 因为我的糖尿 已经30多40年了 打针也打了差不多要5年了 因为这个胰症坏了 没有胰岛树 你一定要自己打针 打胰岛树进去 打胰岛树打了5年了 多么苦啊 告诉你们现在怎么知道 这个苦是多么的难受 你打下去 我们都是给人家受训过的 副事或者是什么 只是自己打 你可以叫人打给你吗 你天天都要打 所以不是自己打 一踏下去 有时候插得过 他的血就喷出来 结果那边就肿壁 这么大力的黑青 两个礼拜多都不能消的 然后明天又要再打 又一针下去又一粒 又一针下去又一粒 整个肚子在肚脊的两个手指之间 都是黑青一粒 后来自己想 这样哪里是办法 受罪受到会死谁知道谁可怜 所以就那只针一插下去 一痛我又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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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那个地方没有痛了 我再打那个胰岛树进去 才不必受这种的恐怕 那现在还需要打鱼岛树吗 没有啦 我吃看嘛 照着营养吃就是 你有吃药吗 所以是两个星期是半包 第三第四个星期是 早上半包下午半包 第二个月就是上午半包下午半包 一直增加 后来晕晕的王冠跟我讲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啊 六十九岁了还是这么少 哪里能呢 我就换个三包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一天三包三包 一直吃 吃就吃到吗 我看大概是 没有到半年了 四个多月吧 真的也没有打了 因为我打下去了 我整个人运气 你知道吗 糖分太低了 我知道了 超过三个钟我没有吃东西 还没有进去啊 你一进去一直 那个冷汗一直飙 你就要晕了了 可是吃了营养以后 不会这样子 这样我打针打下去 还不知道打下去不是晕了 我就自己做起医生来 不可以再打了 我不管啊 我们是三个月去看一次短歌 我自己没有打 去见医生的时候 我把我的带着给他看起来 我说我没有打针了啊 因为打下去我整个人要晕了 都不能支持嘛 糖分太低了 所以我自动的自己做医生 我今天有事了 他也不管叫我 在自己打针嘛 他不管讲嘛 他说OK咯 你不用打了咯 其实啊 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 尊费一些的吉祥 你今天欠赫童打这个针 就是打到你死都没有停了的啦 那个针就是一针变两针 两针变三针 三针变四针 因为愚症都没有好过嘛 只是越来越烂嘛 我越打越多针 可是我也打了五人了 他 我没有打了 我说你看这个我不能够再打十人 一打我就 怎样打 他就不敢叫我打嘛 我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再打针 他的药 在少到三三六粒 之前是几粒 之前啊 二十一粒 整个都是要想 什么病的头梦都有一起来嘛 都说摆冰长生 你怎么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啊 有 应该说没有吃天的时候 这样一边走过来 楼梯不用爬 根本都上不了头 体积嘛 你走过都没有力 你怎样去爬楼梯 你怎样去爬楼梯 现在啊 你只要我敲就跑都可以 我只是吃两年饭而已 你知道吗 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不是想笑话的 吃了两年多 你看你应该看见我 以前我还能吃天 就看过我个人 他一定知道的 我整个人都不统计了 是不是我们应该谢谢 我们的王凯博博士 目前为他 그것都有一anya 带这条先命 有点重赞 稳算 保余 给他